根据往年统计秋冬是忧郁症的好发期 很多民众一到了秋天就容易出现精神不济 情绪低落的现象 对此花林医院身心科主任陈彦志表示说 人体内的血清素确实会随着秋冬季节的气温下降 导致情绪低落 不过他还表示只要保持三大药素就可以远离忧郁症 随着天气逐渐转良 许多民众因此容易出现倦怠感 花林医院身心科主任陈彦志表示 根据统计秋冬确实是忧郁症的好发期 而每个人的情绪反应都会随着天气改变受到影响 最近的季节突然转良的状况下 我们也会看到说 其实这个是对我们的大脑的交感神经 副交感神经是会有一些变化 那去间接的去影响到我们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质 像是血清素多巴胺的这个分泌的平衡 那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说 最近来说忧郁症或者是双急性疾患 躁郁症的这些个案 他们的发作的几率跟比率是会比较高的 医师特别提醒民众 忧郁症它不是一种绝症 平常的生活作息只要保持三个要素 就可以避免忧郁症侵扰 除了说找到自己的兴趣跟嗜好 有一个生活的重心之外 运动也是我们一直会去强调 而且一直会去鼓励个案去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 而且是持之以恒的 那除了它可以改善忧郁的症状之外呢 它也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说非常棒的一个健康处境 那我们一周建议三次运动以上 然后每次达30分钟 那运动的强度也希望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状况呢都会去增加我们脑内肺的产生 而去抑制掉原本可能快要发作的忧郁的症状 或者是说体质上比较容易有忧郁心境的这个产生 忧郁症不是软弱的象征 也不是某种可以迅速摆脱的症状 但大部分的忧郁症患者都可以借助正确的治疗和支持 来逐渐康复 华联医院身心科主任陈彦志表示 面对现代职场高压环境 每个人都应该找到可以缩解压力的兴趣 并且在每个星期有固定的运动习惯 尽量不要熬夜 两存规律的生活做齐 提升自我免疫力的同时 也能够跟忧郁说拜拜 借许的请华联市报道